你一定想不到,把吃剩下的馒头用水泡一泡,然后放在豆腐里抓稀碎,这可是年夜饭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。 很多人都没有吃过,真的是高手在民间。 下面我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。 首先准备一个别人不爱吃的馒头,倒入适量的清水给它浸泡一会,让馒头喝饱水分备用。 接下来准备一根胡萝卜,用我家的削皮刀给它削去外皮,先切成薄片,再改刀切成细丝,最后切成胡萝卜丁。 切完装入盘中备用。 再准备一根火腿肠,先切成薄片,再给它切成细丝,最后切成火腿丁。 切完也装入盘中。 再准备一把小葱切成葱花,葱花可以多切一点,切完也装入碗中备用。 最后准备一块老豆腐,用刀先切成厚片,再改刀切成粗条,最后切成大大的小块。 切完装入盘中。 五分钟之后,馒头也喝饱了水分,咱们用力钻干水分,放在豆腐里。 用左手充分地给它抓拌均匀,把豆腐和馒头抓个稀碎,而且抓得越碎越好。 抓好之后往里面放入胡萝卜丁,火腿肠还有葱花。 再打入一颗本科毕丁的鸡蛋,放入一勺五香粉,一勺鸡精,一勺白色的食盐,一勺蚝油提鲜,最后放入一大勺玉米淀粉。 这个镜头没有路上,大家一定要放,用我的手充分地给它抓拌均匀,再搅拌上镜,最后揪一小块揉成球。 锅中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,开大火把油温烧至五成热,然后转小火。 把揉好的豆腐丸子一个一个地放入锅中炸。 有的人喜欢默默地看视频,但是他会双击给个红心鼓励一下,这样的人最善良了,一定能够幸福发大财。 炸到豆腐丸子表面定型之后,咱们用漏勺不停地翻动,让它受热均匀。 一直炸到表面金黄酥脆,就可以出锅了。 全程大概需要炸三到四分钟的时间。 炸好之后装入盘中,端上桌就可以开吃了。 用馒头炸出来的豆腐丸子,吃起来外焦里嫩,还不油腻。 一口一个吃起来特别的香,年夜饭的餐桌上可以来上这道菜,寓意团团圆圆,大人小孩都爱吃,做法也非常简单。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,在家试试吧。 点击我的头像,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视频。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